抛逗巨浪向岸上冲强烈气旋风暴达纳即将扑向印度东岸 当局宣布至少有110万居民已经往内陆进行避难 而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则是刮起沙尘龙眷风 画面看上去触目惊心 不只是各地极端气候不断 全球暖化的速度更超越了联合国的估计 他们在24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 目前的气候政策将导致本世季末 全球气温上升超过摄氏3度 事实上各国政府在2015年签署了巴黎协定 当时决议需将升温上限控制在摄氏1.5度 不过以目前的升温速度看来 世季末会超出当时的限制 接下来就看11月在亚策拜然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如何就实际层面去解决目前全球暖化加速的问题 环宇新闻许明星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环宇新闻